他主要的食物 不好吃又會變好吃了 但是吃完後跟他講之後 我帶你去另外一家餐廳吃 兩個小天地 最好浪漫 在兩個裡面 理性是浪漫 任何人的浪漫 應該有一個理性做基礎 A 愛的人煮的地獄料理 B 吃仇人 你討厭的人煮的天堂美食 你愛的人 他主要的食物 這個不好吃又會變好吃了 有時候吃的時候 氣氛 感覺跟心情有很大的關係 那全部都烤焦這樣子也OK 照吃 對 那 但是吃完後跟他講之後 我帶你去另外一家餐廳吃 但是表面上會跟他說好吃 還是會跟他說 我覺得怎麼樣改進會更好 一開始的時候 在戀愛界段 對 跟他講我們帶他去一家 說這一家 就是人家照著學就這樣 喔喔喔喔 先生如果浪漫跟理性 你會比較偏哪一邊 你自己覺得 我應該是 理性是浪漫 今天這個 不管是男女朋友 或者是結婚 剛初戀結婚了 我覺得任何人的浪漫 應該有一個理性的基礎 在很多人跑到面前 送你幾百多玫瑰 然後生日送你一個驚喜給你 這種兩個小天地 最好浪漫在兩個裡面 不要在公眾場合 公眾場合 所以我這叫理性式的浪漫 A 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B 連續睡覺十二小時 四十八小時 你不用睡覺 好 什麼 我在你年輕穿的時候 我常常三天三夜不睡覺 那你怎麼撐下來的 這就是講說 有人能適合穿 有人不適合穿 最主要你看自己的意志力 跟你的 你承受這個工作壓力有多少 A 籃球 罰球 一百球都投不進 跟 B 高爾夫球打超過一百桿 回答一個 B 喔 就是 因為一百球都投不進 真的很慘對不對 不 一百球 隨便摸也摸幾次 對嘛 對嘛 到美國的職業高爾夫球的那個 那那那那 一百桿有時候就會超過 所以那個不稀奇 那郭爸爸平常最佳成績 幾桿可以方便透露一下嗎 電風紀錄大概在 82桿以下 好強耶 因為我不懂高爾夫 但是我知道 80桿就很厲害了 好厲害喔 那希望未來就是放鬆的時候 可以再去練練球 再突破這個 82桿